威哥 你好 威哥, 你看什麼?看得眉頭都皺了 你自己看 原來雷星大在結業電台 獲得了奇影藍團金獎 你變成雷那個壞樣子, 我就懶惰了 威哥, 不用懶惰 大四喜也獲得了很多獎 不自在那個什麼難怪電台的獎 大四喜總共獲得了多少個獎 除了結業電台 雷星大和大四喜都各自獲得了兩個電台的獎 我還記得大四喜在那個什麼冤業電台 和救成電台獲得了奇影藍團金獎 至於雷星大 他就在作業電台和結業電台獲得了 奇影藍團金獎 雷星大竟然和大四喜一樣獲得了兩個獎 不一樣, 爸爸 大四喜還在兩個網台 在那裡獲得了最佳音樂錄像獎和衣著獎 是呀, 威哥 其實計算了大四喜的獎 比雷星大多的獎 多的… 這些獎也不關一件事 只不過是錦上天花, 論功順利 網台獎怎麼及電台和電視台 照爸爸的說法 現在還有最後一個獎未頒 就是最有功順利的 四台聯班奇影藍團大獎 但這個獎很難得獲得 首先要在四大電台裡的網頁 點擊率最高 還要在那群電視台的專業評審手上 獲得最高分才行 不過這個獎最有公信力 如果能夠獲得這個獎 代表是最受歡迎的奇影藍團 到時候你真是贏了雷工 蝦子, 我不管你用什麼辦法 這個獎一定要是大四喜吧 這個壞蛋竟然偷我們的招數 那一根尾舊 他還找到荷里活、明導演 施忽寶和他的製作團隊 還有找到一群超級無特兒 來幫他做配角 對手出招太狠毒了 我們何必自取其辱 不如就這樣算吧 我們怎麼可以未戰先行的? 只要怕我們還要先過他們出街 到時候我們可以說他們偷我們的招數 輿論一定會罵他們 不然也會罵人 就這樣說, 我們還要製造多點話題 來蓋過雷星大重拍MV這宗新聞 我突然想到這條招數 不如傳我們大四喜, 行 上一次我沒有跟我的粉絲簽名 已經弄得滿城風雨了 現在我們全大四喜內部不和 還驚天地, 一軌繩的大失敏 根縮好計 假如我們紮戒衣袍不和, 吵吵架 甚至無憂鬱 肯定搶回雷工的風頭 雖然這一切都是權宜之界 我不反對的 但我身為一校智長一言一行都備受關絕 不和一是, 就交給你們三位 沒問題 沒問題 一、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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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不是知道, 真是我死的 我氣又不行, 常常都是你倆 你搞錯了, 老闆, 老闆 是誰… 現在各大部長和網上 都鋪天蓋地地報道 我們大小起不和這件事 很多學生都留言稱讚我們 老當益壯, 出手拳拳到肉 比他們更厲害 我以為人們會一面倒地罵我們 打架不對 但突然來還有很多人支持我們 那些人還贊我們 事後我們沒有否認 也沒有歪曲事實 而且還誠心誠意地互相道歉 這種精神很值得年輕一代的人學習 靖芳, 有沒有看到即時新聞? 不是雷星大又抄我們嗎? 慘了, 頒獎癲快要開始了 我們不可以遲到 好, 走 靖芳, 我來救你們 這是什麼靖芳? 我收到一封 雷工會洗手阻止你們頒獎禮 還說你們人道 獎子自然沒有你們的份 所以我來送你們頒獎禮 雷工真的很陰毒 你只有一輛電單車 哪載我們四個載? 是呀 誰說我只有一輛電單車? 我還找見面臣他來幫忙 我們一定會準時送杜芳先生去頒獎禮 何時你這次安排得好 雷工這麼搞我, 我一定會放過他 放心吧, 我已經好好幫你回敬他了 為何這些還來的? 不用急, 慢慢來吧 要急就留在籠牢, 威急 先喝杯酒吧 你好, 經理有緊要事 找你們稍後再回來上菜 好 得罪大龍山? 這次你還要排魔? 你怎麼會來我? 你怎麼會來我? 我們早就準備 壞車、塞車都無法阻礙我們 我算是醒目, 沒被人陷阱 終於來到最緊張的時刻了 接下來就要頒發 四台聯班奇英男團大獎 究竟哪一隊能得到這個殊榮呢? 結果就已經在我手上了 得獎者就是… 雷星大 恭喜Sir, 雷星大 有沒有搞錯? 我們竟不會輸給雷高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你不是收買了監製嗎? 我也不知道 陳經理, 你知道怎麼做的嗎? 我懂得怎麼做的 看來雷高還是給錢收買平審 還要他收買的 比我們收買的再高一級 恭喜… 實至名歸 怎麼了? 四英男團大獎, 得獎大四喜 是嗎? 總、總監, 怎麼會這樣? 馬總監, 我一筆也值萬金 原來大四收買了陳經理的上司 何總監 真不好意思, 由於技術上的錯誤 我們播錯了一片 我再次重新宣佈 我覺得四台聯班 擎英男團大長得處是… 女星大 好, 結束了 好, 不用這樣, 你們坐下 坐下… 坐下, 坐下 台長, 我一看就知道你會喝食吃 但這瓶是七六辣粒 喝一瓶少一瓶, 你知道怎麼做 來吧 原來雷星大收買了何總監的上司 大台長 好, 現在將台交給雷星大 搶出你的首歌味曲 來… 我們是不是要搶台唱歌? 快點看看… 大家是否看到緊張刺激 熱血沸騰, 情緒公王呢? 這個獎可以說競爭非常激烈 未到最後一秒 都不知道你會錄死誰手 不如這樣吧 大家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之後 繼續揭曉 那…那你想怎樣?大哥 一時又說大四喜拿 一時又說雷星大拿 那…究竟是誰拿呢? 你現在看TVB USA 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吧